佛法里头哪有真挚的 利开贪欲哪有真挚 事出事件人真什么 真的是名 真的是利 如果把名利通通写去尽了 于人无真 于事无求 这才能报权 所以世尊当年在世 实在是已经给我们做了圆满的榜样 你有就有人真 你无没有人真了 世尊当年在世 他所有的弟子到世尊元级之后 没有人真 为什么呢 世尊没有财产 在世所居住的经事 云林 江堂 都是有主的 都是在家居住 过王大臣提供的 财产群是属于他们的 佛是借助 不是接受 他赠送了 没有 接受居士们供养 这个供养是战士的 不是把这个产权供养 所以我常讲 佛在世 他有使用权 供养使用权 没有产权 所以佛灭度之后 这个财产都归 原来的世主 大家有什么好产权 没有产权 现在为什么会有产权呢 现在寺院里头有产权 这就坏了 佛教刚刚传到中国来的时候 道场是国家建立的 出家人也没有所有权 有使用权 没有所有权 就像政府 所有的机构一样 世尊给我们的垂饭 我们要记在心里头 我们要体会这里面的道理 他老人家一生所实现的 三一一步 日中一时 树下一休 他得大自在 他得的是究竟圆满 全心全力 尽义务的教学 帮助人 帮助人 破灭开悟 帮助人 利苦得路 赢得局势之人的增进 这就是他的成就 这就是他 无比殊胜的国 没有冤底 这是俠俄的 吉他 李宗盛